您好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 上面说要2025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这份通知呢 是非常正式的中共文件 宣称呢 要建立传统文化发展体系 要在2025年前 也许就是前一年甚至前两年 全面继承传统文化 恢复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 这个政策 这个文件一发出 立即引起了网友们的震惊 当然在中国呢 大部分人是默然顺从 因为中国呢 就像是被共产党管理的一个深口棚 大家所有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 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面前 是没有人敢说不止的 但是呢 在互联网上 在自由的互联网上 却引起了大量的议论 议论 很多网友都是大惊失色 纷纷 就是说呢 预判这个中共 中共恢复传统文化 要到什么程度 网友们列出了以下的一系列 这个传统文化的要素 不知道就是说呢 最近四年里面 中共会不会恢复 第一个呢 是天职统治 我们都知道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呢 他的这个 跟那个共产党有所不同 共产党呢是以一个虚的人民的名义 说是我们以代表人民的利益 进行统治 中国传统的皇帝呢 他比较巧妙一点 或者高明一点 他说我们代表上天的意志 我代表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你们 所以呢 你们要服从命令 其实呢 这个天意跟人民 民意都是虚幻的 但不过是一个名词罢了 都是一些 你可以说的有 也可以说的无的东西 因为这 就看谁掌权了 谁是实际管理者 而中国的统治者呢 就是自身呢 是上天之子 所以说呢 我们具体掌管 怎么样带天 这个行事 怎么样替天行道 天子统治呢 既然他是天子 他跟人不一样 所以呢 他就要有 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习近平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不知道他 要不要恢复这些 还要恢复五万十万宫女 还要阉割几万 甚至几十万太监 所以有的网友就慷慨地建议 说个这个可以考虑恢复 但有一个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求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阉割 就是让他们成为太监 然后呢 他们在阉割之后呢 或者阉割之前 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女儿捐献给这个中共中央 捐献给习近平作为宫女 当然如果习近平选择其中一些人 作为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那么其他人也不好表示反对 因为你共产党员你是志愿的 你服从党主 你要具有献身精神 第二个呢 网友考虑到呢 最近山东呢 到处都在跪拜成分呢 觉得呢 中共实际上可能有可能在山东实行四点 所以将来要恢复三桂九颗这个大礼 九寇大礼 将来可能安排山东人到全国各地去传授跪拜的礼节 反正就是整天磕头 早晨一起床 就给父母磕头 给兄长磕头 然后呢 出门再给长辈磕头 然后呢 到了单位再给领导磕头 反正一天到晚就是磕头磕头磕头 跪拜跪拜跪拜 礼法生严 就像恢复到清朝明朝的时候 全国人民都像癞蛤蟆一样 整天一见到官长 满地跪成一片磕头如捣蒜 现在山东人已经把头磕得很响亮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全国都是一片磕头之身 第三个当然要恢复科举制度 其实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 以及各级干部的考试考核制度 已经很接近传统的科举制度了 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 建议呢 共产党员能以备用习近平语录为标准 确定干部的级别 比如说你能被百分之百 OK 你就可以进入政治局 如果你只能被百分之九十九 那就是省部级干部 如果你能被百分之九十八 那就是第四级干部 厅级干部 就是按照你备用的这个程度 来考核官员 这样呢 就可以把中国社会彻底牲口化 变成一大群牲口 只会备用习近平语录 而且呢 共产党员呢 做了太监以后呢 还可以这个 以后解放军也可以给他阉割了 做太监 因为否则的话呢 习近平的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肯定不安稳 第四个呢 还要恢复国小角的制度 把女性重新禁锢在家中 让她们成为家农 让她们从小到大都不能出门 当然也用着上学了 家农上什么学呢 对不对 恢复国小角制度 可以满足中国男性的那种战犹豫 因为这样的妻子女儿呢 就像小动物一样 整天待在家里 第五呢 可能还要考虑到 重新修建长城 虽然呢 现在中共已经有边境铁丝网 另外还有防火墙 但是不过瘾 不够将 还应该呢 围绕全中国 重修边境 像秦始皇那样 习近平也来个雄才打掠 把全国的资金都用来 首先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 反正已经阉阁做太疆了 你在家里也是闲着没用 不如都去修建这个 钢筋混泥土围墙 建立新长城 而且呢 听说呢 中院边境已经动工修建了 一段示范围墙 那么下一步就可以在全国普及 从而把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大监狱 实行严格管理 第六个当然就要 罢黜北家独尊辱俗 这是当年这个汉武帝推行的一招 这一招呢 因为皇帝选择了 最有利于自己的学问 也就是管家学说 农才学说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大一统呢 这个基本上在意识形态范畴内 就有了相应的学说 当然呢 这个北家呢 现在实际上早已经名存实亡 汉武帝时代就被铲除了 所以现在的唯一的麻烦在于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中国呢 共产主义一家独大 当然根据我的考证呢 现在实际上共产主义呢 是挂羊头 儒家理念呢 还是卖的真正的狗肉 不过呢 你要让现在的共产党 跟这个儒家分开 或者只选择其一 却还是很困难的 看来共产党呢 最终呢只有彻底放弃共产主义 因为呢毕竟是博来品 是外来文化 共产主义来自苏俄 来自这个德国 所以要想真正的这个 恢复传统文化 看来要铲除共产主义 异端学说 恢复儒家思想 称天礼灭人欲 也就是说呢 不允许中国人 绝对不允许共产党人 再有任何欲望 所以一定要把它们阉割掉 当然第七条呢 就是恢复特务统治和太监统治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中国文化的极大成责 无论在儒家思想上面发展 这个发展上面 还是在这个太监统治 特务统治方面都达到了顶端 这个礼学呢 那时候呢 已经造成了这个中国呢 就是绝对的 就是说人 就是只允许皇帝一个人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十万战友十万美女 而且年年调换 民间呢 是你不允许有一点点 做人的欲望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罪恶 大明帝国呢 还建立了全面的这个特务统治 使用锦衣卫 东厂西厂内厂 这些呢 都是由太监组成 这将来可以考虑到 共产党官员去冲任 但是呢 首先要把他们阉割 然后呢 用他们来取代公安部 安全部纪委 就是说全面的建成 中国那种明朝式的 这个特务太监制度 当然有网友进一步就建议了 下一步呢 怎么办呢 因为国际社会肯定要制裁嘛 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彻底恢复 比如说首先 全面销毁钢笔铅笔 圆珠笔恢复毛笔 你不会用毛笔的 那你就不写字 反正呢 无非就是困难一点 就是 还有呢 有人就建议了 那更直截了当的是要 中共要全面销毁电脑手机 全面恢复算盘 另外呢 还有很艰巨的任务 就是要彻底摧毁铁路公路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机场 还要销毁 汽车 飞机 要全面恢复 坐轿子 对不对 因为轿子才是中国文化嘛 对不对 传统文化就是 几个人抬轿 像牛马一样抬轿 然后一个老爷坐在中间 在那乐悠悠的 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所以说呢 看来呢 共产党呢 想在2025年 之前全面恢复 恢复传统文化 恢复传统的儒家治国 还有不少的艰难的工作要做